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孙少奇 最近这段时间很多粉丝小伙伴推荐怀旧玩具 我们开过怀旧零食 怀旧玩具 铁皮玩具等等 今天我们播一个小男孩特别喜欢的怀旧玩具 花指枪 花指枪是我们那边的叫法 有的地方叫左轮响炮枪 是什么样的呢 猜猜给大家看一下 哎 纸壳 两码 一个金 一个银 红色的花指就是它的子弹 一包 两包 三包 这里面是9个圆圈 每一个圆圈有12345678 8响 前面有一个栓子 打开 退出来一个左轮弹夹 分开一个 后面是塑料 前面的里面白色就是它的火药 把它对应的放到这一个圈里 然后一抠动之后 这个一弹起来撞击这个火药 然后就会响 哇 挺响而且还冒烟 这边一个枪头 是干嘛的 消声器吗 我是经过专业训练的专业操作 请勿模仿 八发全部打完了 味道特别难闻啊 就两面都是红色的了 已经爆掉了 它的火药已经燃烧了 这个小玩意我们小时候特别流行 我们那边叫花指枪 你们那边叫什么名字呢 试一下小银枪 拔开 上子弹 盖上 给大家离近看一下它的银啊 牛 虽然说是我小时候玩的东西 但现在玩起来还是挺有意思的 回味了一下童年 声音特别响 但是在密闭的空间里面 这个味也特别大 好的 粉专业老板让我拍的这个花指枪 今天给大家拍了一下 你有没有见过这种玩具呢 如果见过的 评论一 没见过的评论二 顺便帮少奇的视频点个赞 我们评论区见 拜拜